接下来的两天 士兵对清凉河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 新以带领士兵和本地居民 将清凉河里躲藏的鳄鱼杀了个七七八八 又按圣乾羽传授的方法 开辟了独立的池塘 用青石墙将剩下的二十多条鳄鱼圈养了起来 铁甲的全身上下都是宝贝 圣乾羽便写了详细的养殖方法 传授专人学习研究鳄鱼的宰杀取皮和入药 诸三定三人经过三天的暴晒没能扛过去 县林一直便空了出来 还得等英黎修定夺 圣乾羽知道齐州每隔三年就会有一场洪涝 之前勘查了当地的地形 发现齐州其实就是个盆地 齐连山正好在这个盆地的正中间 像一个天坑 这样的山形如果在半山腰建立水库 水落的时候将水储存在水库里 过后的旱季便可以直接将储存的水引下来 这样一来便能解决了当地人的大苦 圣乾羽说完就见英黎修用审视的目光看着他 好像能看穿他的心思看得他心虚 修建水库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 这件事需要回去跟皇上禀报之后再做打算 倒是你没想到其中一行 我好像得重新认识你了 果然太过招摇又引起了他的怀疑 圣乾羽暗自后悔他一句索性抬起了头 谁都有自己的秘密你也有不是吗 这一句让英黎修的目光一晃 片刻他挑了挑唇角 是你若想知道我会将所有都告诉你 这女人多变的性子虽然琢磨不透 但对他了解越多竟越发喜欢 翻阅后大部队便回到了京城 朝阳门因离休带人进去复命 而圣乾羽没有经过传召 此刻只能在马车上等着 正困的发晕 突然间感觉到周边一阵冷风 多年在军队的敏锐 让圣乾羽下意识朝那冷缘的方向刺了过去 却不想还是被人抓住了手腕 喝力道不错 原以为你是豫王府的气子 却不想也是个厉害的角色 倒是让人惊喜了 红衣男子低沉的声音传来 眯着眼睛看着他 周深的阴冷配着他这一身红衣 无比的邪魅 圣乾羽正愣瞬间 抬起头来一脸惊叉 你究竟是谁 男子唇角勾起一抹邪魅的笑 伸手捏住圣乾羽的下巴 眯起的眼睛之中带着危险的气息 就算是被豫王拿来当挡箭牌 可你就这样跟硬里修走了 让本猴很不开心 你说你该怎样弥补本猴 冰狼的触感让圣乾羽后脊梁发冷 瞬间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突然醒过未来 心口猛然一突 你是赤云猴姑男意 这个答案让姑男意很满意 手指摸缩着他的下巴 既然知道本猴 你还跟英里修走恩 他脸上挂着笑 可是那笑鹰雾是血 让人心惊胆战 圣乾羽正脱不开 拧起了眉头死死的瞪着他 知道又怎样 赤云猴高高在上 向来自尊心极强 难道你真的会取一个气子吗 你看大姐圣星只嫁给了皇上 二姐圣星雅又嫁给了寻王 我可是被挑剩下的 你真的不在意 他用话及姑男意 想让姑男意将怒火发泄到寻王府 这样也能免了自己的麻烦 然而姑男意 却是勾起了一抹阴邪的笑 以前当然会在意 可是现在本猴对你有兴趣了 说着话 他捏着圣乾羽的下巴 将他拽了过去 就在两人要贴上的时候 圣乾羽手腕一拽 匕首便抵在了姑男意的腰间 男女有别 赤云猴还是不要靠得太近 姑男意冷冷地吃消一生 反而更加兴奋起来 你还是第一个敢用刀子 抵着本猴的人 你知不知道 越是这样 本猴却越发的满意你了 这话听得圣乾羽忍不住翻了个白眼 这人是寿孽狂骂 不是说脾气比皇上还大吗 圣乾羽带出一个皮笑肉不笑的表情 那还真是多谢猴爷的欣赏了 只是皇宫门口中冒险进我的马车 猴爷应该不会只是为了跟我告白吧 姑男意名谋 唇叛勾起一抹暧昧 你觉得呢 这是外面传来一声艰细的声音 三小姐皇上传照请下马车